我最喜欢的一段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有大有难的是指示你 我们若求告神 神就应允我们 他要成就大事 其实你是什么国籍 你有什么教育背景 都不那么重要 神所寻找的是那些求告他 并寻求他面的人 一百多年前 有一些宣教士去到缅甸边境附近 印度东部的一个地方 他们传讲福音 有一群那家人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和救助 他们是人口中的极少数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神动工了 这些人开始求告神 那时那里政治动荡 许多人都逃到森林里居住 他们就迫切寻求神 开始向神呼求 当他们开始寻求神的面 神就大大的动工 在那家兰邦降下了大复兴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神的灵又一次 在那家兰邦动工 那里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属于革命类音乐 或死亡类音乐团体 他们都信了基督 整个音乐团体的人都悔改了 包括学校 学校里的人都悔改了 神就在那家兰邦大大的动工 今天在基督教界内最福音化 乃至在全世界基督教会 最福音化的地方 就是那家兰邦 由于那两次大复兴的降临 几乎所有的那家私人 都信主 并跟随了耶稣基督 不过他们的教会 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你瞧 他们有教堂建筑 但他们还在教堂旁边 建了一个小房子 是专门用于祷告的房间 人们日日夜夜都在那里祷告 寻求神的灭 大复兴之前总是有祷告 祷告总是在神的灵动工中 具足轻重 这就是为何神对我们说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有大有难的事 只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